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国语的最新动态 3月10日2024年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在2024年巴黎 奥运会羽毛球场馆拉下贝尔门 体育馆展开决赛的争夺 本届赛事不仅为参赛选手 提供了宝贵的奥运资格积分 还让他们有机会提前感受奥运会赛场的环境 决赛中陈清晨、贾伊凡决胜局上演大力转夺冠 冯彦哲、黄东平混双哲贵、石宇奇、圣坤拉伍特登顶 这样一来国羽本届赛事三关收官 成为赛会最大赢家 法国公开赛结束后 国羽将兵发12日开打的超级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 全英公开赛是欧洲赛季中级别最高的一战赛事 世界名将届时也将悉数登场 本届赛事的女双决赛在世界排名第一的 世界冠军组合陈清晨、贾伊凡和日本强大 6号种子松山内卫、志田、千阳之间展开 双方此前共有14次世界雨联赛事交锋记录 中国组合11胜三副占优 首局比赛中中国组合开局火力全开 很快就建立了领先优势并以21比12拔得头筹 第二局比赛局面风云突变 凡尘组合自身失误增多 导致比赛局面始终处于被动 双方之间的争夺在本局末段进入白热化 双方出现为了一分展开71拍对攻的高光场面 最终日本组合21比19艰难赢下这一局 决胜局也许是受到上一局赢球的激励 日本组合在开局攻势凌厉 凡尘组合的表现则有些低迷 很快就大比分落后于对手 日本组合将领先优势保持到局末 20比15握有5个赛点 但是他们最终没有等来决胜比赛胜负的那一分 凡尘组合背水一战激发了全部实力 连得6分不仅反超了比分 同时也为自己争到赛点 松山那位志田牵阳组合 在决胜时刻表现恢复正常 但是此时凡尘组合已经势不可挡 最终他们以24比22赢下关键局总比分2比1夺冠 赛后接受采访时 贾一凡在赛后谈到决胜局对手 握有5个赛点时的心态是表示 我们没有想过自己会输掉这场比赛 没有到21分我们就还有机会 当时我想的是再拿7分就能赢得比赛 而不是还有一分就输掉比赛 再被记者问到世界第一的排名 是否让他们感到自豪时 贾一凡表示 很开心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排名 但是在赛场之外 我们为了维持这样的水平付出了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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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